來自臺東成功的阿美族設計師阿美亞 在獎台上接受頒獎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主辦的 二零一臺灣國際文化 創意產業博覽會 舉辦了展前的活動宣傳 並發發國內優秀的文創精品廠商獎座 我們獲得獎座的廠商設計師中 有一位是來自臺東成功的阿美族人阿瑪亞 作品中可以看到用十四條竹子 做出的座椅 象徵臺灣原住民十四族群融合 並以兩個菱形上下結合 不只能當座椅 還能當書報收納架 我們的整個設計的一個理念是 希望可以借助一個原住民的文化 它是一個菱形的概念 然後延伸到一個生活的態度 那我們表現的方式 並不是一個過去傳統跡象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希望用一種另外一種方式來去 呈現所謂的一個文化的一個意好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將在九月八日至十一日 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登場 記者的阿瑪 人們日曼 台北市採訪報導